哈佛大學前化學系主任 查爾斯·李伯 是立在科學領域的知名學者 因為涉嫌參與中共千人計劃 並且向美國當局說謊 隱瞞在中共政府獲得的資金 受到六項虛假陳述和稅收指控 不過李伯對所有指控都不認罪 根據司法部早前發表的文件 李伯在2011年 成為武漢理工大學的戰略科學家 至少在2012年至2015年期間 簽約參與了中共的千人計劃 根據他簽署的千人計劃合同 武漢理工大學 向李伯提供超過150萬美元的資金 用於建立一個中國實驗室 並且同意每月向他支付5萬美元 還額外加每年15萬美元的生活費 不過李伯不但就參與千人計劃一試 向調查人員說謊 還到了哈佛大學 令到哈佛在2019年時 通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否認李伯有參與中共千人計劃